中共前铁刀部部长刘志军贪污受贿数额巨大 虽被判死缓 但是舆论却普遍认为 对刘志军死缓的判决量刑过轻 有失公正 更有消息指出 刘志军的免死是在为即将开审的薄熙来案做铺垫 那么也有法律界人士分析 从对刘志军 王立军以及谷开来的审判结果可以推断 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很有可能会被从轻发落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案 七八月将在山东省开庭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网的消息来源表示 山东济南中级法院正在针对审理薄熙来案进行彩排模拟 薄熙来主政重庆时期 曾经被重庆当局判刑入狱18个月的北京律师李庄 针对这一消息在香港向媒体表示 薄熙来的受审地点在济南比较确定 但正式开审时间可能在9月份 李庄认为薄熙来践踏法治 反人类反文明反进步的罪恶远比贪腐要大 不应该被宽恕 李庄还表示薄熙来在重庆打黑的收入都已经用完 无法归还扣押私企老板的财产 令当局不敢为这些人犯案 法广的报道引述知情者的消息说 当局对薄熙来的指控将以受贿罪为主 主要案情是大连富商徐明为薄熙来幼子薄瓜瓜在英美留学提供的各项 另有接近重庆市政府的消息来源向法广透露 薄熙来将被控收取800万人民币的贿赂 刑期将会是10年到20年 薄熙来在重庆对法治的践踏 以及唱红打黑啊 伏笔文革这一套 他的左膀右臂就是古开来和王毅君 而这两个人的处理方面 基本上都已经避开了践踏法治 以及政治方面的问题 按照这个思路来看 那很可能对薄熙来的审理就仅仅会牵涉到受贿 以及对毛骨开来的包庇 实际上薄熙来案件牵扯的问题远远不止这些 蓝述表示关键是当局敢不敢去接薄熙来真正的罪行 以及在重庆期间他所干下的这一切事情的黑幕 尽管外界认为薄熙来在任期间的所作所为 已经构成了颠覆国家政权罪 但有律师表示依照中共惯例 这一罪名是中共为拘押异议人士而准备的 当然也可能会给他定一个 这个不止罪啊 完复之手罪啊 自立的一些其他的罪名 我认为一般不忽然给他一个颠覆国家罪 颠覆国家罪的罪名 一般只能用在主动的意见人士头上 他不可忍用在想薄熙来这样的保密高官身上 中共当局不追究薄熙来的政治罪行 只对他进行刑事审判的做法 被舆论认为是避重就轻 企图转移视线 整个外界其实最关心的 从一开始就不是薄熙来 他赎了多少钱 而是王立军他出逃的时候 他带到美国领事馆的 有关于薄熙来 在辽宁执政期间 以及在重庆执政期间 以及他最早在大连男人市场期间 贩卖人体的尸体 以及这件事情背后所牵扯的 活体灾处 法轮功学员器官 而这些事情 这个是国际社会最关注的事情 还有评论认为 如果从政治角度 对薄熙来进行审判 追究薄熙来的责任 将会给整个中共政坛 带来一场大地震 这恰恰是中共当权者所惧怕的 这些东西一旦百算台面 不光是薄熙来受到损害 而且还会是整个党的影响 受到损害 整个党就会失去 它的合法性 它的意义是极其可为了 大纪元评论指出 像薄熙来这样的迫害人权者 迟早要偿还他们所犯下的罪行 即使在现行法律下 暂时逃脱了罪责 但迟早一天会受到历史的清算 明天会受到历史的清算 明天会受到历史的清算 明天会受到历史的清算